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朴仪是不幸的 同时也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 朴仪三岁便继续为帝 从此失去了童年 或许 皇家也从没有童年的存在 幸运的是 朴仪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得以善终的亡国之君 直到1967年才去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2月12日 朴仪被迫退位 清朝统治结束 但是谁也想不到 他竟然帮日本人对付中国人 他乃是中国头号战犯 当时的日本关东境队跟苏联对战之后 最终苏联已战败日本结束这场战役 当时溥仪为了逃命选择去日本避难 在坐飞机那一刻被苏联军队抓获 苏联人对待溥仪算是可以 至少没有将其拉去及含之 溥仪在苏联的战俘营生活了几年的时间 最终苏联解决将其遣返中国 让其在中国进行思想劳改 当时溥仪根本就不想回到中国 他曾经的国家早就已经灭亡 如今这个国家是不属于他的 没有了曾经的祖国 把先被遗留下来的家底全部都摆光了 他坚信自己回到中国是没有任何好的下场 因为他乃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曾经想过自杀 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医生的鼓励下 他重新找回希望 溥仪自小就生活在北京 由于之前是皇的身份 作为最高统治者 是不需要上户口的 由于溥仪没有户籍 首要解决的就是户口问题 溥仪就跟他妹夫一起去登记 这一曲就挺有意思的 居然走错地方去了民政局 启经周折后才找到了公安局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问他叫什么名字 溥仪答道 爱心觉罗溥仪 这个小年轻没有听清楚 就让溥仪又附属了一遍 这时边上几个年长的人就有点不淡定了 纷纷问道 你该不会就是皇上吧 溥仪笑着点点头 工作人员立马变得公顺起来 接着问他住址 溥仪答道 以前住在紫禁城 现在没房子 溥仪这么一说 工作人员就左右为难了 就算是借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写上紫禁城了 于是工作人员问能不能说一个别的住处 溥仪这才报上了妹妹家的住址 当登记人员问到溥仪的婚姻状况 有没有爱人时 溥仪却低头尴尬地回答 说自己的老婆死得死离得离 前前后后有四个 目前是一个人生活 而工作人员感叹好多 她妹妹却说 这都是少的呢 皇帝都是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虽然办理户口本 让末代皇帝溥仪相当尴尬 但是他也非常幸运了 因为历朝地带几乎没有王国之君能善终的 而溥仪则是一个例外 虽然后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 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本回来